又是一個星期順天之命,師傅你好 你好,載載子 一星期過得很快 是啊,希望過得開心心 我們繼續說解籤 是啊,我經常在罵舊機構 不是,還是要看看它的發展如何 不過我想這劑應該是大改的,沒辦法了 很多東西都是,像觀音修大盤那樣 加個菇 是啊,加個菇 少一些東西漸漸都是這樣 是啊,看看之前我們幫他求的那些簽 是不是有貴人進去 看看是否能解決問題 是啊,未必是壞事 總之會更好 是啊,是啊 好了,究竟師傅今天跟大家說什麼簽呢 不過這個簽就很有趣 武吉請姜太公改卦 武吉請姜太公改卦 是啊,是的,這個是一個挺好的簽 是啊,是好東西來的 這個 先說個簽文 嗯 嗯 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給那些現在覺得有問題的東西 君以歡心 且自由 君以 門庭清吉家無憂 財寶自然 忠吉利 凡事無憂 凡事無憂 不用求 凡事無憂 凡事無憂 啊 就是不會有什麼損傷的 就是你不用求的了 啊 那就是不用擔心的意思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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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 這個 這個卦呢 這個簽呢 很 很 很 奇怪的 嗯 因為這個武吉呢 為什麼會請姜太公改卦呢 那當然覺得不好才要改的 應該 是啊 因為武吉呢 就是一個斬柴仔 嗯 他很孝順 有一天呢 他就經過這個衛水 就是姜太公在那裡釣魚那裡 是啊 看到姜太公呢 又是用一個直勾在那裡釣魚 嗯 那就釣姜太公 你這樣也釣到魚是傻的嗎 那 吃什麼呀 英俊 不是呀 姜太公 我釣魚呢 就不想求的 嗯 不過你呢 一隻眼紅 一隻眼青呢 你近日要小心點 要不然你會出事 會打死人 哈 一隻是白內窗 一隻是青光眼 那他這樣 哈哈 那他就 哎 我安分手 我斬柴仔 從來都不跟別人結怨 怎麼會打死人呢 那說完就走開 就走了 嗯 嗯 那這個姆吉呢 就入城賣柴的時候 那時候呢 誰不知呢 就真的有人來搞事哦 他就拿 用他 就是擔柴那些扁擔 就不小心打死了個人 哈 這樣都被他說了 不是吧 是啊 那當時那個地方官 啊 周文王呢 就是周文王做地方官的 嗯 嗯 那你知文王喜掛都很厲害的 文王又是不是 進去坐牢 然後研究逆經那個 是啊 是啊 那他當時呢 就是很 就是很有 就是周的律法 是很 很清晰的 嗯 劃地為路 就是劃個圈 嗯 那你就 武吉 就管你坐在這裏 不准出去 多久 這樣 啊 那 那武吉呢 就立刻很擔心啦 就懇求當時的這個 這個上大夫啊 散兒生呢 就給他 你畫了個地 要我坐都可以的 我回去安置好母親 三日之後 再來服刑 可以嗎 嗯 那幾孝順啊 應該可以的 是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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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太子這樣 回澳門問一下媽媽 嗯 嗯 那麼呢 阿武吉回去跟媽媽說呢 媽媽知道這個 這樣的情況之後呢 就說 阿武吉 你不要管那麼多 你快點去找姜子牙 啊 這麼出名 他認為姜子牙 既然可以算到你會打死人呢 一定可以幫你化解的 噢 然後又 她的兒子又回到他 說不行的媽媽 那是有傻的 釣魚呢 那個勾直的 你不是叫我問那個傻的嗎 嗯 不是啊 他就聽媽媽說 哦 哦 那我就去問阿姜子牙可不可以改呢 哈哈 就是改 改回那個命運啊 結果 那個結果 是啊 啊哈哈 那姜子牙呢 就教了她一個方法 不過現在不好試的 嗯 嗯 嗯 就是在床下底 挖一個洞 在床下底挖一個洞 在床下底挖一個洞 嗯 就是救她自己躺下去的 嗯 然後在洞外面呢 就擺這個七星燃獸燈 哦 嗯 那晚上就躺下去 就晚上就躺下去 就躺下去 那裡 那個劫數呢 就自然化解的了 嗯 嗯 那然後 武吉聽到趙根嗎 真的 那過了三天 那過了三天之後呢 周文王 咦 為什麼武吉沒有回來復刑呢 就是滑了一個圈 在那裡讓他坐的嘛 嗯 那就要出通緝令了 不是 那他就去 北瓜 北瓜 啊 看看武吉到底去了哪 啊 那一覆過掛掌呢 嗯 他馬上嘆氣了 哎 不怪之他沒有回來 他死了 啊 不是那麼厲害 那就是武吉在這個薑子牙的幫助之下 逃過一劫 最後呢 就拜了薑子牙為師 哦 那就是 俗語 叫做 用了一招 叫做 有貴人 有貴人 大家都用這個方法來 就是他可以逃脫了那個懲罰 這個真的是一個故事來的 這個 就是叫做 炸死這招一向都work的 就是通常就 就是 說突然間 哎呀我好痛啊 好慘啊 不要拉我啊 這樣 都是叫做 叫做炸死的嘛 那薑子牙的高招就叫他 就是 挖個洞在炸死 居然這樣 可以 逃過一劫 這麼厲害 啊 就是啊 啊 啊 這些簽的東西 你看到武吉 你就知道 咦 這個可能是 叫做 死女逃生 但是那個叫做簽 那四句話就是 君以歡心 且自由 君就是理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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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啊 就是你啊 你這個人呢 就是很 深空廣泛的 廣闊的 可以放開 放開 放開 深井 是啊 就是不用那麼擔心 清吉家無憂 啊 門庭清吉家無憂 那就是你家裡其實都很清淨的 啊 好萬事大吉的 無憂無慮的 那麼 財保自然 忠吉利 那麼 頭三句好像說 就是你不用那麼擔心 你家裡呢 又會被人清瘡的了 什麼都沒有了呢 就不用怕了 財保自然 忠吉利呢 啊 都是德國吉 凡事無傷 不用求 就是不需要再強求些什麼的了 又或者什麼求神拜佛啊之類 你問那個問題呢 起這支簽呢 都是說很容易解決的 就是一定會解決到的 這樣 真的大吉大利啊 這個 都算是好的 因為中庭呢 又不算上簽 那如果譬如官司那些東西 求到這支簽 那會不會解決給他聽 都要叫他炸死呢 這樣呢 那你現在呢 就是上庭了 你臨上庭之前呢 就找車撞自己 找車撞自己 然後進去急症室 然後呢 就進ICU 睡一百天 這樣呢 就應該會解決到這件事 不是 那麼糟糕 應該 是不是呢 那這支簽證 那這支簽證 就是 尾那幾個字都正 自由 無憂 吉利 全部都是好東西 這個 超上上簽 這個 是吧 又不算超上上 那你始終有一個空險 哈哈 就是有件事發生了 他不打死人 他不打死人 不用坐牢 不用坐牢 不用叫他改掛 不過有人幫你改掛 那你就很幸運 那需要不需要 其實都解簽的人 都提說 他要做回一輪的法事 又或者做回一輪的事情 就是這個問題 才會解決到呢 都是應該的 就是一定要去 有一些人幫你 才可以解決到 哈哈 但是譬如坊間也有些類似 是 當然 未必是大家都接受那些正統的事情 譬如說 什麼 眾生基 那些什麼 五鬼族命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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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去活來 總之 那 就是 如果要過這劫 一定要先死一次 那死了怎麼辦 有假死的狀態 那死了之後 你將所有東西 就會 由頭來過 那你就可以避過那些劫 這樣 傳統上是有這樣的說法 好像眾生基那些 那些 那那些 那些 那些 真是 存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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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哦 老人家 可能他身體又不好 那些後代的後輩 又想他 最好長命百歲 多活多幾年 那時候就開始做這個 所謂生技 是啊 可能來一算命 都差不多了 到這個運 都可能是要 要走的了 那可不可以延呢 就用了這些民間 殺族的方法 那怎樣呢?就是幫他 扮一場假的法事? 是啊 直接是起個帽 幫他起個帽 是啊 那就是說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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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 這些他都叫做 複寵 就是中複的 希望可以延遭 這樣 這樣 那要不要 改那個新的名字呢? 如果他叫做一個新的 假死一次 你都不用的 不用的 不過這些 做下去有很多的 你的習俗呢 就是 代替了你的生命 哦 那通常可以延遇到多久? 有沒有說? 不知道 這個 這個真的很難說 是 你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還有 有些事情不是你說 俗就俗的 是不是? 我看那套戲呢 就是他 有個 當然是那些 鬼怪怪的那些 就是說 要幫個有錢人 俗個命 就是希望他屠個大劫 於是乎 就在民間那裡 就找一個 跟他同年同月的 一模一樣 是的 同年同月同時辰的 不過就是 當然他出生的地方會不同 所以他的命又不同 跟著他的名字又不同 但是就是 做了一些動作 就找一個這樣的人 賣了一條命給他 然後就等他 就代他假死 即死一次 然後就幫他去 叫做 騙王 那個叫做生死策 裡面 就叫還了一條命給他 希望可以 即續他的命回來 之類 當然這些 就是 很封神榜 那些 炎王注定三間死不去 留人到五間 那時候 羅蘭姐很多戲都說 我們要下去 騙啊 炎王 然後就等他以為 誰死了 救他回來 之類 看看本生死寶 咦 你還沒死 不是啊 死了 又是 同年同月同日 死了 騙他 之類 有批 有些人會相信這件事 是嗎 這很多時候都是囂行心 或是迷信 那才會做了這麼多事 但是其實就 不是說你 真的有個法治 那就沒有醫生 不用醫生 嗯 但是阿周文王 就是 剛才那個故事 都有 就是 當然你聽上去 很神妙 什麼假死 一百天 挖個洞 然後就 放七盞 續命燈 然後就 騙阿周文王 讓他覺得 他死了 之類 然後避過了一個刑責 就是那個官司 這樣 這個是針對 他阿周文王 用佈掛來佈 他就 做了一個方法 就是 他 你用開某一個 電訊箱 他替你轉了一個 電訊箱 人家說 沒有啊 蔡子的電話取消了 嗯 但是譬如 現今 如果真的有人求這些簽 解簽佬 會不會 是偏向了解簽的時候 是 叫那個事主 要做一些事情 去說謊 又或者 就是去 做一些假動作 去 這簽是上簽來的 不過呢 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去門天過海 會偏向了 故事 在騙那個方面 會變成師父 會 都不會 都不會吧 我相信沒有師父 會叫你去騙 騙他 就是這樣 不是 然後 逃過這些劫 一定要假死一次 因為 你很集中假死 改 掛那件事 就是 有些人會解個故事 會以為 是偏向 你要做一些動作 去 叫做 改命 改了掛 改了你原本的遭遇 你才可以避過一劫 呈一個假死的狀態 一種 逐命的情況 即是這個劫 你再劫難途 你都要告訴別人 你已經有了一劫 即是已經應了 是的 那怎樣應呢 就 你要想個方法 告訴別人 嗯 如果不是 是沒有懲罰的 不是沒有懲罰的 是有懲罰 你已經受到一個適當的懲罰了 嗯 我突然想到 如果 這個 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地方 譬如說 我現在為香港 求一支簽 然後求到這支的 武吉請姜太公改掛 去講 即是香港未來的問題 的話 那應該譬如 怎樣去 即是 做些什麼動作 去解釋呢 那我休息 那你就真是難 一會兒再跟師傅討論一下 好 是順天之命的時間 師傅 你這個都很難的事情 你問這個問題 不是啊 那每年新年都會求籤的嘛 即是 新界流 劉皇發的兒子 劉業強等等 那些都會 代表 鄉議局求籤 假設 現在 時間上早 現在才是七月 然後 為香港的未來 或者經濟發展 或者暖局求籤 然後求到這支的簽 這些簽就說 又自由 又無憂 又清吉 又成 應該是 叫做 上簽 但是 交到他 解簽佬手上 就說 喂 香港可不可以過到 這個劫啊 這樣 然後 他要解的嘛 如果 他解 究竟 香港什麼都不用做 都可以解決到問題 或者說 都要呈一種假死的狀態 然後去做一些事情 去避過這一劫的 這樣 都是要有一個相同替代的東西才可以 如果不是你怎樣 怎麼可能 完全 什麼都沒有 那可以 令到理想怎樣就怎樣 那香港怎樣 找個替代 死一次 去花街這個劫 這家東西很難 香港整個地方 澳門你幫我擋一劫 擋了我便沒事了 那你又不行的 沒有啊 地方你怎樣 怎樣可以移動 那就是 會不會是 換了一個領導班子 成組人 當炒了他 然後換個新班子 不就是 假死一次 是不是 類似 如果你這樣換 那個班子 真的要死 真的要處死 炒也不行 要真死 那麼嚴重 你炒也要炒得徹底 是啊 其實美國都是 譬如說這次的平亂 他們都是在用這個方法 譬如那個 跪死那個黑人的警察 重判 二級謀殺 然後旁邊的三個都是說要告他的 然後陸續續 譬如說 擁下白那幾個警察 又停職 然後又說告他 叫做 商人 然後呢 有個就說 在叫做 紐約 有個叫做 就是 亂說話 的黑人 總之走來走去 然後他就按下他 用電槍 然後都是 都是拘捕他的 那就是說 美國 要 制止 那個情況 就是說 要 將那些人 捉出來 你就說看死鬼什麼都好 總之就說 他執法 有問題 是屬於犯法的 就是嚴懲 判幾十年的牢 那你變了 就讓人家 沒有辦法 可以 是用個藉口 就是說 我們包庇警察 跟著 美國 就叫做 就是 部分犧牲 就是那個警察 那個執法 跟著 嚴懲他們 制止那個情況 那這個 都是處 處於一種 假死的狀態 去將那個問題 去解決 那你 那你就要 是真的 好像 他這樣做 是啊 就是要很 沒有 你真的控制他 二級謀殺 那這樣才行 那 那都 會的 總之 一定先告一大餐 那他 真是死了 真是錯 那當然 你說那個人 是有犯事在先 你不可以 因為他犯事 你做了他 現在你做了他 那變了你一定要 很大刀闊苦 去處理這件事 才可以渴停 那個問題 那如果香港 那個情況 你譬如 就是 下多少藥也好 下多少重點也好 立些什麼法也好 都是渴不停的 那你要想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要 呈一個假死的狀態 如果不是 你沒有辦法 渡過這些劫 一定要有人 想斷頭台 對不對 你不想斷頭台 這件事是停不了的 你這樣搞法 就是有批人 是真的不怕 你拉再繼續搞下去 那你搞什麼都搞不成 你立多少條法都是搞不成的 是吧 所以 如果求到這些簽 要幫香港解決那個問題的話 可能是真的要是 武吉請姜太公改卦 這樣去呈個假死 跟著就 一百日之後 就可以重生了 可以解決到這個災劫了 那如果 未來新年求到這些簽 可能真的要這樣解決 未來香港 可能真的要大刀闊斧 炒渣 成堆人 這樣算可以 死去活來 這樣 這樣 那應該是姜太公 姜太公 姜太公 很多智者 改卦 是吧 懂得選的 當然選得好 師傅 去選解這個簽 這些一定要有靈機的 即是你同一支簽 究竟你解到多少 你了不了解到的情況 最重要是看看 能否捉到那個機 師傅 現在的掛整天都改 不是吧 那些掛不是指定的嗎 亂改的嗎 有需要的時候就改的 哦 即是讓它解一通嗎 是 都不會 不會那麼沒有水準 是吧 按需要的 那你這個上簽下簽 定了 你沒有理由 將至明明下簽 然後改了它說是上簽 好啊 香港求到好簽 這樣 是下下上上 頂到你這個簽筒那裏 有些抽起了 剩下好的 那我也覺得有機會 是吧 有些人會這樣做 100支簽 抽起了當中40支 全部都是中簽以上的 那一點都不奇怪 全部下簽都抽起了 是呀 當然會有的 那你求來做什麼 沒有意思的 你都不是誠心求的 你想做簽 根本又不是求簽 不如不要求啦 是吧 你按插了 整個簽筒都是上上簽的 支支都是1號 那你沒辦法 不是呀 抽到1號都很嚴重的 都不是一定的 是啊 那你自己騙自己的 是啊 那其實這 這 這支簽又是 就是解決一件事 或者解決一個健康 又或者可能是 譬如 求職或者姻緣 那如果姻緣 那為什麼呢 就是譬如 就是 那些 叫做 會不會和那個人 是 結婚啊 會不會和那個人 是 這個共鞋連理啊 而不是一個 最少都是分手 反而是 如果問姻緣的 是會 需要分手 是不是這麼嚴重 是啊 就是這些簽 對於姻緣不是好事嗎 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 哦 但未必 這個分手 不是代表 下一次牽手的 哈哈 如果 如果是婚姻 是不是代表要 就是 婚姻可能好一點 師傅 譬如說婚姻 兩夫婦 有一些拗叫的 這陣子 散散地 去求籤 然後求到這支 就是 武吉 找姜太公改掛 那些簽 那些簽 可能就 就是 跟老婆說 那 你兩夫婦 求到這些簽 都是上簽 不過要做些犧牲 這樣 師傅 有些什麼犧牲 這樣 你想跟你老公 和諧生活 家和萬事卿 就很重要的 那 就 都是這樣 你回家 就 從今天開始 就 炸死 怎麼炸死 總之有什麼呢 就是 哭 吐口水 好慘 流眼淚 為甚麼 你傻了 然後 你老公 看見你這麼慘 都不會和你吵架 總之 至諸死地而 學生 不要再和你支持 你回家 像死狗一樣 死下死下 兩個人的關係 就會慢慢改變 硬泥 沒有用 一定要 挖個洞 其實這個故事 最好 兩夫婦求姻緣 求到這些簽 老婆 就在家裡挖個洞 接著又拼了 接著點七盞燈 總之 還要說明是床下底 有得你老公在床上搞什麼都好 總之你挖個洞 再拼了 一段時間 好像炸死 然後 過一段時間 出來 你倆夫婦關係就會好 凡事的事情都是不好 你說的 是後面那一段 什麼都從新來過 前面那些就是幻想出來的 那你也是無謂正面對抗 免得周文王找到你 你也是叫做什麼 師傅你幻想一下 如果周文王那支占卜 相比現在來說就是一個無線電話 周文王就是代表你老公 你就是母吉就是老婆 你又挖個洞 然後你又挖個洞 然後周文王就是你老公 就是當是老公 打電話 就是一句尖掛 找你 找不到 找不到 然後當然覺得很憂心 很憂心 情況之下都忘記罵你 覺得老婆去了哪裡 然後找也找不到 那很容易 那不用挖個洞 還是把電話扔到海 都可以的 三天之後換個新電話 如果他覺得你重要 在他找也找不到你的情況之下 他會緊張 他緊張你 就想你好東西 他煮的番茄蛋 是最好吃的 在街上都吃不到 他家裡煮的糖水 我吃完 我真的沒有了它 不行的 有時候是要分開一下 才會有個掛念 才會珍惜的 所以其實你炸死病 再挖個洞 都是解決夫婦問題的一個方法 就是無謂正面衝突 那你就先炸死一段 他找不到你 你可以這樣去看人家 都可以 但怎樣做 就不一定挖個洞 正義 回去梁家住一段 總之 你都是自由的 但是你要有個機會 他會想一下緊張你才行 否則 你怎麼可以重生呢 你兩個人的關係要重生 才是這樣的 這些就是蔡蔡子的忠艷之談 一般在家的自己 不要亂學他 總之你凡是有喵煞的 那句都對的 一人小句是對的 有什麼好爭 你爭贏了 沒什麼好爭的 你爭贏 都是要開飯的 你爭輸也是要開飯 爭贏開飯 沒什麼好爭的 兩夫婦沒什麼好爭的 你爭贏特朗普就說 你爭贏你老婆 怎麼這麼厲害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不是爭輸了就要跳樓的 是不是 沒有錯 這個世界都不是這麼絕 就是這麼極端 是啊 這些就是不需要這麼爭拗的 那如果譬如是老闆 和下屬的關係 那下屬就是求簽 我老闆想炒我 怎麼辦 等飯開 然後求到一些簽 那跟著那個解簽佬 應該是告訴他 就是 你在公司 滑個洞 不要經常被他見到 他就不記得炒你了 那沒理由這樣解釋 師傅 是吧 沒有 沒有理由 總之他向東 你是向西 總之他見不到你 就不會炒你 那如果求到一些簽 應該是上簽 師傅 先放了價錢 放了價錢 先把價錢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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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沒有了你之後 他就發覺 咦 不是的 平時的賽子 原來都頂了幾個小時 一天 是啊 現在沒有了他 好像很嚴重 現在沒有了他 很嚴重 這些自以為是 哪有老闆會覺得 那個伙計沒有他不行 師傅 真是開玩笑 每個老闆都當自己是天才 我出錢大了 沒有你 都可以 我想什麼 想什麼靠你 不是的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是這樣 沒有誰不行 沒有誰不行 但是有時候 有些事情 真的沒有了他 你就真的 都挺踢腳的 這樣也是 這樣也是 但是 譬如那個老闆決定解僱你 你就可以求簽 有什麼可以解決 而你求到簽沒有吉的 我想 都是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最重要一個字 在這個簽那裡 就是改字 改字 改字 改卦 是啊 就是 是不是改字 還是改什麼 改字 改字 還要改字 因為 伙計很難跟老闆 講數 老闆 有什麼不對的 我們白紙黑字 抹掉了 那就改了 有過得改 是啊 老闆 我不應該和你頂撞 你叫我做什麼 我應該照做 不好意思 其實也可能 那你就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是啊 有些不是 有些是撐到行的 撐到 差不多 他叫你喝咖啡 你是要喝奶茶的 你說 他叫你柯尿 你是要去柯市 是包我頸 那些你 你沒有命都應份 是吧 那你去到那些 那些 那些 的情形 就是大家 就是 相反這樣走的時候 就是 割走極端 沒有好的結果 唯一就是可以改 你有什麼可以改 改到同方向 就可以了 就是 大家 同方向 因為有些 有些 有些伙計 或者我們這些 都犯錯誤 就是永遠覺得 老闆是錯的 然後 我想那些東西 才是最好的 你懂什麼 但是人家是出錢的 有些東西 明知是錯的 有些 你都要跟 有些東西 未必是錯得 人家做得 老闆 有回到那些 不然人家就倒閉 有些 有些 不是 有些 打工那個 差不多當自己是 朱國良 那些東西 是我才看到 你看不到的 老闆 那不炒 那不炒你 炒誰 那些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真的 姜太公也救不了你 姜太公也要做一個 改 改 改了一條命 所以重點就是改字 神異到滑個洞 那些 就是超神異 實際上 你都是改變了 你一般這樣做 這樣的行為 你也要改變 人家就會看到 咦 它有些不同了 嗯 是啊 所以會有重新的考慮 那夫婦都可以的 那可能譬如你想挽救夫婦感情 那可能你的改變 就是給一些新意 就是雙方 可能你譬如轉一下形象 轉一下衣服 轉一下相處的方式 那大家有一種新鮮感 那都是重新的一種感覺 那樣東西都 嗯 那也是 對呀